來到農曆三月中 有天平座的滿月 直到農曆三月三十日 各位自身整體運輯會怎樣呢 無論你是上星或太陽是天平座的話 首先有些很快的事要宣佈 真的很快的 就是要密切留意Facebook和IG 因為有好多好多的資訊 寶貴的資訊要帶給大家 重視自己提 免得在這裏再說 好 長話短說 天平座呢 你們會覺得為何玩都玩得這麼辛苦 有點像是貼錢買難受 但不是完全是貼錢買難受 我又不是看見你貼錢 但有時有些東西是給娛樂 是給娛樂 是應該要開心的 要輕鬆的 但為何最後會弄到一鍋足 我們可以看看發生什麼事了 這個星盤 是的 好 那 金星 在雙子座三度 三分之 在水平座的火土相性 它們分別在五度一度 其實是一三五 是夾好一點 只不過它 你們的主星金星 不是正確 都在水平座的三度 否則那方便連續一三五 OK 但其實有三分之上 其實都是遙遠的被火土夾住 OK 還有我們要看看這個先天公位 這裡寫著十二 這裡寫著八 八公十二公是 八公十二公其實是尖聲學裡面 我們超級不喜歡見到的公位 但是我們看回自己的後天 其實這些星星的上位 就分別發生是你的五公和你的九公 所以其實就是在說 玩 可能真的 現在武漢肺炎 疫情很嚴重 很悶 而且畢竟今星去了雙子座 都是會跟別人有很多的交流 都會有一點點按內不住 有一點點 那些叫什麼 不甘寂寞 然後 火肚也是在你五公 因為成了上位 和你自身九公的一金星 所以 可能又會 不單止是去見朋友玩 可能都是會 想去想一下拍拖 可能經常躲在家裡 可能不會開一些交友APP 全部這些事情 應該是要令自己開心的 或者其實本身都是在說 你本身對這個前景感到很迷惘 但是用你白說一句 即時行樂 總之 我不管你背景什麼都好 總之 令到想起 令到自己開心 但是呢 你覺得呢 要真的把這些開心去實現出來 是很難的 可能約朋友 喂 約出來見面 可能剛好約四個 那就不會被那些死黑警 說要抓你 在那裡聚集 或者 真的想約個網友出來見面 試圍試圍一下 但是 為什麼約得這麼難 大家有沒有試過 搞一些舊同學聚會 大家都不回答 沒有反應 搞到最後都氣餒了 算了 是不是 最近天秤座會有這樣的一個遭遇 明明是想大家聚集去開心 為什麼最後會令到你非常沮喪氣淚呢 OK 還有呢 我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是想和某一類星座的人 去做這些happy together的行為 那你預算是會全關覆目 你預算會被潑爛水 所以 不想令到自己這麼氣餒的話 那就記住 要避免去 約這些朋友出來 見面 聊天 什麼都好 那這些究竟是什麼星座人呢 OK 那就記住 兩大步驟決一不可 OK 第一 是去 讚好 讚好這個post OK 如果是Facebook的話 麻煩我想看到那個紅色的心心 因為我喜歡紅色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不要只說給那個 藍色手指甲的讚好 對啦 我想要紅色的心心 如果是Facebook的朋友 第二 就在留言公開尋找 我想知道哪個星座要避免 然後第三步呢 我就會PM你的答案 就讓你們可以避開遇到這些挫折 讓自己的那個 Energy的Depletion 都不要跌到那麼低 對啦 祝你們接下來的日子 是 嗯 不開心之中 都仍然可以有一點點的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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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